女性男子 為什麼要算女性 女性男子跟他講 女性男子 什麼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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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看要怎樣 你做了什麼 你做什麼 手套 手套 女性男子 女性男子對遠景拋銷 挑釁意味十足 接著手上的刮刀 真的把遠景手指劃傷 當場流血 從警方一到場時 女性男子的態度就很囂張 對遠景罵髒話 分貝有夠大聲 眼看他情緒超激動 手上刮刀又不斷揮舞 遠景合力將他壓制逮捕 原來27歲的女性男子 白天就已經因為 跟媽媽借情不成大吵一架 警方到場時 女性男子母親跟遠景抱怨 家中物品全被兒子摔碎摔爛 但女性男子堅持不讓遠景 上樓查看 還用刮刀劃傷遠景 早上跟母親要那個借錢 然後借錢為國的情形之下 所以他們有起了一些口角爭執 然後因為怒氣之下 所以對警方又諸多不滿 受傷遠景的右手食指 因此縫了三針 而女性男子最後被依妨害公務 即傷害最弦送半 有竊盜強盜甘過世致死前科的他 屢屢不學好 忤逆母親還弄傷遠景 連自己的媽媽也看不下去 記者紀博士杜雲傑高雄報導